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德贤紧致爆料7月开机 四大顶流实力派加盟 阵容超豪华 近日德贤紧致成为了大热门 一直都在热搜榜上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网上都在爆料肖战要加盟德贤紧致禁组 还透露会在7月开机 各种各样的消息层出不穷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还爆料已经有四大顶流实力派重磅加盟 肖战和邓超强强联合 孔生和蓝小龙重磅合作 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豪华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并没有官宣 据悉 网上爆料肖战芯片 德贤紧致会在7月份开机 肖战 邓超 孔生和蓝小龙四大顶流实力派重磅加盟 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 单拎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 更不用说携手合作了 阵容超级豪华 当然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这只是网上的爆料 并没有得到剧组和演员官宣 再加上网上爆料这部戏的开机时间都各不相同 可信度还是有待商榷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已在关注 目前只需要等一个确切官宣 非官宣不约 专注自家 吃瓜不信瓜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演技 实力 影响力 号召力等都非常厉害 更需要的是肖战专注于拍戏藏海传之后会继续进组 只看肖战和团队杂选择 总之祝福肖战 作为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未来的肖战 注定可以顺顺利利 希望肖战坚守初心 牢记使命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持续为观众们带来好作品 不见不散 肖战值得信任 未来可期 心力传媒又双弱拿肖战上热搜 粉丝对此表达不满 近日来 将门读后请肖战迪力热巴 会报骂的话题受到大众的热议 围绕着心力传媒在肖战发展上的操作是否妥当 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众所周知 肖战一路走来 魔力自我 终有所成 尽管也饱受风波困扰 但他从未放弃 保持积极的心态向前看 然而 心力传媒在这段期间虽然与他保持联系 但对他的态度似有微妙转变 这源于看到他有过失落时的经验 或许这会让他们低估了恢复实力的肖战的价值 实际生活中的我们也常有同样的感受 当我们曾经看到别人在低谷期 便容易忽视他们第二次起身时的力量 娱乐圈的资源分配 遵循一种看似严密却又神秘的规则 作为头部制作企业 心力主要把顶级资源展现给那些资历深厚 背景出众或者广有人脉的艺人 肖战的商业价值虽高 但缺少更深的靠山和人脉 所以他只能在竞争剧烈的环境中 取得相对靠前但并非最高的位置 企业高层的保守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更偏爱暗资排辈 对于像肖战这样的草根艺人 往往存有疑虑 每当接获新的演出机会 肖战不仅要于选角导演商讨剧本质量 还需认真权衡种种利弊关系 避免带给自身潜在风险 即使像电视剧交扬伴我这样的大项目 经过多次打磨剧本 整体质量堪称都市剧里的佼佼者 但在拍摄过程中仍然可能遇到计划外的状况 比如其他角色的戏份增山 这些因素都不是演员能完全掌控的 因此 无论接受哪个电影或电视剧的邀约 肖战都会尽力去争取自我保护的权利 尽管面临重重困境 肖战与心力未必最终走向对立 若心力能正视肖战的成就 以及其对娱乐圈的影响与地位 两人间依然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毕竟 哪一个演员能够抗拒顶级资源的诱惑呢 如若双方共享优质资源 过去的矛盾其实是可以得到化解的 毕竟 娱乐圈本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大舞台 从来没有永恒的敌友 始终以追求真正的利益为使命 而肖战对此动若观火 深知除了提升专业技艺 更要熟练应对复杂的权谋游戏 总之 肖战的经历堪比无数 无深厚背景 非科班训练的新人的奋斗之路 他凭借个人才华与坚韧精神 披荆斩棘 谱写出辉煌篇章 成为备受瞩目的一流明星 在此过程中 他感受到娱乐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权力斗争的残酷 以及个体在这一体系中所遭受的弱势地位 即便如新力传媒这类优秀制作公司 也不会轻率损害自家出产的声誉 肖战说未来会继续加油 梦中的那片海又拿奖啦 这部剧以其精湛地制作和扣人心弦的剧情 口碑爆款 更在电视剧品质盛典上收获了卓越光彩 这不仅是对剧组团队的肯定 更是对演员们才华的认可 特别是肖战的出色表现再次受到瞩目 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讲述了一段平凡人跨越几十年的理想情怀 勇敢追梦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部戏 更是一种对于生活 理想和勇气的感悟 在剧中 肖战所饰演的角色展现了超强的共情能力 和真实流畅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他用丰富的情感和感染力 让观众们对角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而眼下 肖战正在拍摄的大男主权谋正剧《藏海传》更是备受期待 这部剧不仅有着郑晓龙导演的精湛指导 更凭借着肖战出色的表演和深厚的原生功底 成为各路大佬探班最多次的剧组之一 肖战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勤奋不懈的精神 不断挑战自我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回顾过去 从梦中的那片海盗玉古瑶再到郊阳伴我 肖战逐渐展现出了多方面 多层次的演技 他不断进步 不断突破 赢得了越来越多剧粉的喜爱和支持 而对于即将上映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和新剧《藏海传》 我们更是满怀期待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用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信任和喜爱 他的《演艺之路》虽然坎坷 但始终怀着对表演的热爱和专注 为观众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愿他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上继续前行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